大家好,现在是2022年10月21号的凌晨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白天A股的表现 今天呼声指数是一个小幅调整 截止收盘上升指数是下跌了0.31% 报收在3035.05点 创业版是下跌了1% 报收在2401.72点 量能方面,护生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连续跌破800亿的水平 今天是7900多亿 北巷资金今天也是连续第四天禁流出 全天是禁流出62.6亿 虽然今天大盘从结果来看是一个小幅调整 但是盘中的波动说实话还是比较惊心动魄的 我们看到早盘在低开之后 指数是一路快速被打到了下方震荡区间 靠近下沿的位置 随后一则关于中国工信部在过去一周 召集中国几大芯片公司高管召开紧急会议 来评估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最新禁令可能带来的损失 并且协商如何应对 这则消息直接带动了半导体概念出现反弹 随之大盘也同步出现了反弹 然后到了中午蓬勃的一则关于中国可能会将入境隔离政策从现在的7加3 调整为2加5的消息 则是直接带动了旅游酒店相关的个股在下午开盘之后直接涨停 指数也是在下午开盘之后出现暴力拉升 但随后指数方面并没有能够稳住 而是一路回落 那么现在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两个消息特别是第二个消息到底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 我们认为因为这个消息不可能立刻被官方证实 所以从明后天来看 这个消息可能对市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 原因有两点 第一 今天下午因为消息而追进旅游酒店相关板块的资金 毫无疑问是目前市场上积极性最高的一批资金 但假如这批资金今天追进去之后 明天是一个全部被短套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于这批资金的积极性的伤害会很大 而目前的情况 市场需要这批积极性非常高的资金 数量是越多越好 而不是越少越好 第二 本来在20大之前 市场预期 20大以后北京会不会调整现有的防疫政策 特别是在香港调整了入境政策后 这种预期似乎变得更大了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在20大之前 市场当时是走得非常的闷 因为当时资金都在等 但后面 当中国官媒连发三篇文章来重申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之后 市场意识到这种等待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后面我们看到这些资金也就该做什么去做什么 虽然我们不认为市场资金现在会再次回到20大之前 大批量等待防疫政策调整预期的出现 但是因为 对蓬勃这个消息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有一小部分资金 重新放下手上现有的工作 开始再次等待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说 如果蓬勃这个消息不能在20大之后很快落地的话 那么这则消息对于A股来说可能短线未必是一个好事 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是 因为消息关系造成今天盘中大幅震荡之后 明天的盘面我们到底要怎么看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看法是 假如明天大盘反弹可以收在3050点上方的话 那么下周出大盘就很有可能会向上突破3100点的位置 往3140点方向去靠近 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之前低点2934点 就是大盘这一波的阶段低点 但假如明天大盘没有收在3050点上方 而是收在3010点到3050点这个区间范围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留意下周出如果没有政策面消息的话 那么大盘有可能 这里我们说的是有可能会跌破目前下方的震荡区间 并且再次去考验一下之前2934点的低点位置 那么这是对于指数这块 板块方面虽然今天龙虎榜上机构资金增持半导体概念股的数量比较多 但是对于半导体概念这部分 目前市场因为美国最新的半导体禁令 内外资之间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 这从目前各家机构的报告来看 内地机构目前对于半导体概念基本上都是比较看好的 但是这里要说明一下 虽然内地机构报告目前依然是看好半导体概念 但是并不清楚他们是真的看好 还是仅仅为了迎合政策需要而做的一些政策性报告 而外资这边目前则是看空的 要多于看多的 所以对于半导体概念是不是要追 我们建议保持谨慎 至于今天龙虎榜的个股情况 以及北向资金个股数据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出来了 会直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文案里面 那么这就是这期节目 我们今天晚上再见 谢谢